即时新闻综合报道,预算造假,全续部近十年来每年都编列预算参加大英国协公共行政管理协会年会,CAPM,但事实上我国最后一次参加该年会是在2004年,全续部却仍每年照编列预算,引发争议。 根据苹果报道,全续部近十年来每年编列预算参加CAPM年会,但这个年会其实是两年才会举办一次,过去十年来,我国每年都编预算,接近十年来完全没有参加该年会,此预算争议遭到立委蔡世英发现。 蔡世英指出,十年来年年编列的预算,最后都挪用到考试委员的出国考察旅费,但考试院本身就有编列预算给考试委员出国考察,也不能滋用全续部预算。 全续部便宜行事的做法已违反预算法,针对此预算争议,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惠金将邀请全续部备寻。 蔡世英表示,将要求全续部不得再编列此预算,且监察院应追查,审计部更应把这笔经费追回。